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好 回来 这件事 我就不讲那么多细节 说是个案情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叫做潘德树 63岁的退休人士 在2022年年底的Facebook 和朋友吹水 说真的认真想想 如何杀死林郑好 那件案子 于是被指煽惑他人伤害 煽惑他人有意图 而导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 去受审 那是这样的 那 泡辩雙方呢 其实呢 那其实呢 就是结案陈次了 那案件呢 就由陈广池法官呢 就押口到10月2日判 做裁决 看看有没有罪 辯方有幾個議題 譬如說被告的想法是不切實際 事實上也沒有發生過 但陳廣辭法官就不同意 他說這是詛咒的一種 可以天馬行空 世代家中洗澡跌倒 帶著出家給車車車都可以的 你也懂得說 詛咒也犯法 道德審判 心底不好 有人誤會被告禮真的 是否屬於善劃 如果有人誤會被告禮真的 這就是善劃 但現在沒有 四年 林鄭還生歐歐 我真的不想再講講這個陳廣辭 因為我在一些司法界的朋友 陳廣辭這個法官 在即使還未做國安法官之前 其實已經有很多特別的判決 你只是看看 昨天這個庭裏面 辯方就說 喂 被告其實 但可以選擇更公開的媒體說話 無須在朋友圈裏面發言 這個陳官就說 喂 不是啊 你的朋友可以截圖 這是朋友的問題 講一下潘吉祥的朋友截圖 而可以轉化到英國 那邊的人有很多人喜歡看的 假設過英國的人一定會很喜歡看這些 這個陳廣辭 又說 其實是爬水催的 例如被告發言 收買波叔叫他殺老婆 這個情況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 稀笑露慢 他就說 喂 不是啊 圖倫案也是這樣的 說到圖倫案 但是 陳官 你知不知道 基本上 主要控罪 主要被告是沒有罪的 你找這宗案來類比嗎 你把這宗案放那麼大 但是 圖倫案當然可以尋找律政司 是沒有罪的 放人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好 你說這個世界我不知道 會不會轉風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最恐怕的是 原來之前 紫微星人的師傅說 上面沒有事就過了 我不知道 可能轉了風 轉了風 起碼表面上也要轉了風 你還按鈕鈕鈕 好了 另外有一件事 有兩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很簡單的 有一個被告叫高偉健 正在坐牢的 他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 罪名違反這個防止拘捕條例 好了 我們看看這件案是甚麼事 這個坐牢的被告 在信裡面 向時任處理高級檢控官提供賄款50萬 尋求對方協助干擾有關欺責案的司法程序 隱瞞其他罪犯有份參與該罪和犯罪行為 協助欺騙法庭 令到法庭相信被告獨自犯案而結案 即是說 他想揹起所有 不要搞到其他人 好了 時任處理高級檢控官收到這件事 立刻向管理層回報事件 律政司轉介了廉署 好了 案發的時候 被告在赤柱監服刑 他坐牢 但同時牽涉了一宗居域法院 進行刑事審訊的欺責案 所以在去年的2月底 他在獄中要求一封掛號信 寄給律政司一名辭任處理高級官員 裡面有一封手寫信的影印本 就是說 喂 你想到我什麼事 你不要搞到其他人 我給你50萬美 之類 這件事 這件事當時不夠 但我不是想說這件事 我是想起 咦 他在獄中去年2月 寫了一封信 給律政司 之後這封信給這個處理高級檢控官 收到 立刻向管理層回報 那我就在想 原來真的有不同的對待 什麼不同的對待 我在說什麼呢 周嘉誠當日想求罪申訴專員 為何有些輸入不到來佛經 但是呢 他覺得 如果他投訴申訴專員的話 程教署可能會截了他 因為你投訴申訴專員 就投訴他們 那他就會suppose 程教署去拆他的東西 我覺得呢 你問我 我不知道 如果我是程教署 有些反 和外面的人 寄出寄入的東西 我覺得他會察覺來看 我覺得 但是這個人的那封信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在程教署裡 已經說 你去律政署 我當然要看你做什麼 你賄賂人 其實那裡已經截了 或者報告 沒有 真是沒有看 照他看完 這些東西 阿壹 怎麼搞 你不跟他笑 還是這樣 但是很有勢力 連裡面的人都買賣 那你不就好 周嘉誠 原來不看的 那你就照記他 想問那個律師 什麼譚律師 什麼譚律師 那個見習律師 真是很奇怪 這件事真是不知道 我的柳記粉絲 麻煩你告訴我 究竟你們會不會檢查的呢 即那個條例上 需要檢查的呢 好啦 又一件 其實稍為高級一點 年輕一點的警務人員 就說明日之聲 那也是的 那你三十幾歲 做到總督察 當然 要是很有機會 總督察 就是 陸鎮宗 總督察 是 陸鎮宗 是 陸鎮宗 是 陸鎮宗 再上去就是警司 這個三十幾 好啦 廉政公署 喂 廉忌 做事 當日我在這個 紅磡藏島 中原辦的朋友 都說沒事的 廉忌繼續做的 我不笑笑 廉忌 落案起訴 警務署總督察 何兆東 和他老婆 連他老婆都被人告 涉嫌收售一名商人 提供總值超過 114萬的現金和禮物 在禮行職務的時候 優待該名商人 於是涉嫌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 在禮行公職期間 多次向該商人 洩露警方內部資料 兩個人 補職 星期五 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那去收這些錢 就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那梁珍應該五千萬 那些人 都能夠嘔吐到現在沒有事 沒事的了 那被告何兆東 警務署總督察 說那些人 都很出現 原來經常上電視 說話的 發布會 被控兩項公職人員 接受利益罪 違反防止賀賂條例 第4A條 和三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許老婆何彥榮,36歲,報稱家庭主婦 被控一項協助、教唆、疏洗及促洗公職人員接受利益罪 亦違反防止拒勞條例 何兆東,警務處總督察,30多歲 住所灣仔警區,負責監督該區的三合會 和重案組的刑事調查 因為在較早時一宗詐騙案認識一名商人 而該商人當時也涉及另一宗襲擊案 你自己在灣仔這個區 該區的反三合會和重案組 這些人早就可能會認識 就算你不認識別人來巴結 你應該要保留他們 那當然,警察有時會和這些人 不要說清清到底 適極幫忙做事 但是有條街的嘛 你38歲,受過訓練,明日之星 好了,兩項罪說 2021年8月至2023年1月期間 何兆東在商人手上涉受利益 總共是114萬現金和禮物 包括兩筆50萬現金 和價值超過14萬禮物和其他貴診 作為他在履行職務的時候 在上述兩宗涉及該商人在刑事案件調查中 優待該商人的誘因或報仇 另外一項控罪說 他老婆何彥詠 幫何兆東接受上述利益之中 價值超過13萬禮物 而優待該名商人 可能送一些主報授飾給他 也涉嫌他們向商人洩露警方的內部資料 沒有啦 今天這一段新聞下面就沒有了那句 警方一直很重視人員的操守等等 就沒有了那句 可能太多了 這位犯法部門 這位年輕人三十幾歲 八幾萬 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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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頭條新聞 剛才有網友 這樣 你問我 沒有意思 如果聰明的話 要多判這些案 去苦順香港人的心態 但是 現在這案件 其實都是一部分得席 一部分都是沒有的 沒有什麼的 那你的節目已經沒有了 但為何不能判鬆呢 第一是擔心上訴 第二 如果這樣 那一條線 再繼續欺笑露罵 就不行了 好 好了 已停播的頭條新聞 被指2020年播出的其中一集 有污衊和侮辱警方內容 就遭到通訊局去警告 其實通訊局這個警告都非常不合理的 你如果那些是犯例 例如那些廣播團 例如那些髒口 例如那些 information 是錯的 那些你可以去警告 其實這些涉及內容 content 的創作 其實他給警告 我覺得都很奇怪 於是乎 香港電台工會 和記協 就提出 司法複合 現在呢 最後呢 就獲裁定 部份勝訴 好了 較早時候呢 原來呢 除了香港電台 和記協 提出司法複合之外呢 獲了部份勝訴之後呢 通訊局就不舉了 那麽搞錯 他要你了 他要再上訴 那麽現在前者呢 即是通訊局 就說其中一個環節 說警方囤積口罩 即是節目裏面 說警方囤積口罩 是污衊和侮辱警方 上訴和聽聽完陳詞之後呢 今天就頒判 裁判辭財政工會部分 理據上訴得席 撤銷相關警告 為什麽呢 那一集是說什麽呢 那一集在武品芝麻官裏面 主持說 醫生啊 你不夠口罩 就早點出聲 牙差大把 有得證 高等法院的法官 認為呢 通訊局呢 沒有調查 內容的真實性 其實都是 咬文著詞 我也覺得不用 那麽人家的內容 contact 就是這樣 沒有證明 任何證據 證明有關資料 不正確 因為可能 銀猜都是大把的 因此 局方裁定 港台違反守則 是屬於錯誤的 這一個呢 其實呢 大家聽清楚 本身呢 香港電台和記協提出司法覆核 這一集 這個內容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獲得 勝訴 現在只不過是 再上訴 但是呢 包括這個 廣播局 法官就說 喂 沒有問題 你 他真的 所以 裁定港台違反守則 是錯誤的 即是當日 你通訊局 是做錯了 但是另外 在京方消息 這個環節裏面 那個主持人 就說 哇 現在還取消 泡泡 不用行必 將當時 當值時候 暴露在空氣中的機會 減到近乎令 那就是諷刺 通訊局裁定內容涉嫌獄警 哇 他認為是侮辱警方 那麼今天呢 高等法院都認為 你這個裁定沒有不合理之處 其實是真的合理啦 沒有不合理之處 就是合理啦 所以呢 其實 即是老實講 我 我不是很會想一些觀念的東西 根本這些涉及創作的東西 我根本是不會接受你 啊 通訊局的司法覆核 你問我 嗯 是嗎 當日裁定了 喂 就裁定了 即是搞這些事來做什麼呢 但搞這些事來做什麼呢 今天不止這宗 有一宗私人的 我到現在 或者做節目的 就問一下 我真的不妙不解 休息一會 喔 哪哪呢 真的 不用她 手盤 好 我 好 啊